10年前的小路由 开箱 在这呢 制造商深圳市美科兴通讯技术 有些名词 大家看啊 这个mercury啊 它是叫美科兴 这个我在东哥家买 一共是还有几个月 就10年 如果我们按照它出厂的年份来算 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 这个是我还没有使用过的 但是这个塑料瓶 我已经记不起 它当时有塑料瓶 还是没有塑料瓶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回忆一下 开始头些年啊 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那时候 人们互相之间信任的时候 有很多产品是没有那个塑料瓶的 就是说一打开 或者是一个纸包装 一抽出来 就是它的这个原本的东西 大家看啊 后边这个地方画的啊 这个是iBook 或者是那时候塑料壳的 苹果的那个状态模样 还有这个上面有iPad iPhone啊 还都是那种老的iPhone 正面这块啊 就比较神奇了啊 看着没 150兆mini型无线路由器 现在已经是几千 2000兆3000兆啊 但是它是多频加一起嘛 但是也有很多路由 已经达到2.5G无线的带宽了 但我这个呢 的确是一个轻流啊 是150兆啊 所以说啊 大家一起把这个 我就把这个抽出来啊 就是这样的啊 东西啊 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网口 这个网口 我相信大概率是100兆的啊 外观这块啊 没什么可看的 就是一个白不次拉的一个盒啊 一个网口 一个Micro USB 一个Reset接口 这个手感放在手里 还是挺不错的啊 然后呢 就是这块有一个标签 后边有Mac地址 加上这个序列号啊 以及标秤的一些参数 如果说对比 它后几年出产的 这个叫什么呀 也是挺有名的 一个路由器啊 它的做工呢 就照比它逊色不少 如果说把它们两个 同时在手掌里 这么翻转呢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就会有点割手 但这种感觉 就是让你感觉 挺舒服的啊 这个包装盒里边 就有一点回忆杀了 为啥这么说呢 有一个产品合格证啊 合格证上面印的 看着没有 看着没有 二月份啊 这真的是十年前出厂的 由于那个时候呢 Micro USB还没有得到普及啊 或者说正是一个推广阶段 所以这里边送了Micro USB的线 而且线材的质量啊 还挺硬的 还是不错的 我说的挺硬的 就是那种挺靠谱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你看这个需不需要八九块钱 十块钱 是不是啊 我看看多大的 五伏零点五安 这个需不需要十块钱 这里边有一个点啊 看到没 这块印的是温期系统啊 如何操作 说明那个时候啊 或者是一个Windows7正在普及阶段 或者是大家已经都使用了温期系统啊 温期是一个主流系统啊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说明书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啊 这个路由器有五种模式 然后呢 那由于当时啊 很多人对路由器的这个工作方式 并不是特别了解 工作模式啊 我指的是工作模式 你看啊 他这这块 他用一个图来表示 啥是AP 啥是Router 啥是中继 啥是桥节啊 这个图 哎 我觉得也有普及知识的作用 前个家的这个买卖啊 在世界上也非常有名气啊 被叫做jd.com 然后很多西方主流媒体 谈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也会说是China's e-commerce giant 然后呢 咱们就回溯一下 10年前啊 这个网页是怎么宣传的 大概看一下吧 你看那个时候啊 这个上面是360buy 360buy.com 京东商城 我不知道有人有印象不啊 如果是京东的老用户的话 是不是有一点回忆啊 啊 然后精致mini 共享简约无限 那个时候呢 150兆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一个很牛逼的速率 所以呢 你看他还写上啊 广告上也主打了 说这个跟这个 你的这个信用卡的大小啊 是接近的是吧 很小 然后这块有个小绿灯 的确没说错 这个CPU使用的是啥呢 使用的是高通的 R3 R3 R3实际上是一个 呃在圣核赛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 当时很多像无线产品 比如说网卡啊路由器啊 好多都是使用的这个的 SoC方案 后来呢高通呢 毕竟是资本家嘛 就把它给收购过来了 所以是现在他这里边提到的是 Qualcomm R3 就是画了这么一部简单的图啊 你看这个手机啊 手机 这个手机有点意思吧 下面的留言呢 我就不浪费时间给大家读了 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呢 就大家自己去看看 反正这个好频度 不知道是刷的还怎么来的 是94%啊 我觉得还算中肯吧 怎么样 看了这个广告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 就仿佛你走进了 因菲尼迪的某家4S店 或者说就特斯拉吧 走进了特斯拉的这个滑帽店啊 然后销售的小伙 亲切的走过来握住你的手 跟你说大哥 我们这个特斯拉Model 3 装备了世界上最牛逼 超强纠错能力 最强的三叠连放的CD机 无论你走多颠簸的山路 这个音乐都不会停啊 哈哈 感觉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呀 时间这个东西很厉害 当十年过去 你回望这个广告语啊 世界上任何再牛逼的事物啊 仿佛都成为笑话 尤其是人啊 所以说还是矜持一点 进入后台 咱们看一眼啊 然后这是当前的软件版本 当前的硬件版本 Mac地址 直网研码 看着没 11BGMMAX的 我这个是11BGM 多么牛逼的一个 哈哈标准啊 公众模式呢 相当于它是一个中心对异 把刚才那个说明书上 那个给中文翻译了一遍 这个咱就不给大家读了啊 没意思 他的烂网 咱们看看他 除了动态IP以外 支持PPPoE和静态IP 什么双波啊 啥这些东西 你就想着别想了啊 然后 Mac地址克隆啊 我记得当时这个好像挺重要的一个功能 无线设置 无线设置呢 它有13个信道 然后呢 最高就是可以设置成BGM Mix的 然后这个频段呢 就是20和40兆赫兹 现在这个160兆赫兹 你看这个现在连影都没有 对吧 还有这个安全方式呢 它这个认证的方式啊 居然可以支持WPA2 说明这个安全认证啊 这10年间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吧 你看这个防火墙这个机制啊 它有这样一个设定 就是凡是不符合 以设定IP地址过滤规则的数据包 允许通过本路由 现在是禁止的 你看 就是即使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路由器 它也有这个功能 还可以域名过滤 看到没有 还可以域名过滤 在这直接添加就行了 这个远端外部管理 这个绝非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端口一个IP就行啊 这个它我不知道 它是提供了一个一个界面 还是当时这个水晶 它服务器有这个功能 这个不得而知啊 IP宽带控制啊 这个又有点历史年代感了 看到没有 如果你把一个开启了的话 你在这儿是可以选的啊 但是只有两个可以选 一个是其他线路 还有一个是ADSL 哈哈哈哈 哎呀好啊 好 这个大概默认是两兆 对吧 这个动态DNS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多少人有记忆 那个时候我并不太懂动态 语名这个事啊 那个时候是我公司的其他同事 在操办这些事 你看啊 当时我记得 哎听他们说过 很有名的是一个花生壳 但现在这些东西已经都落寞了 并且我们也都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啊 这个路由器的固件升级 有一点特别 你看啊 它是TFTP服务器 相当于什么呢 它不是说连到水星的网站上 服务器上去更新 也不是连到某个在这个浏览某个文件夹位置去下载好的固件去更新 它要更新的话需要你连到一个TFTP服务器啊 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有很多人不太了解TFTP服务器什么意思 如果说早期那个很多那种老事的那种路由器要刷OpenWrt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用到TFTP TFTP呢 现在苹果的系统和Linux已经放弃TFTP了 但是这个还是内涵的 现在咱们都用SFTP对吧 是不是SFTP 我打开这个Terminal 你看我现在新建这个SFTP了 然后已经没有默认的TFTP了 所以TFTP呢是一个比SFTP更简单的一个协议 它没有缺少了这个Secure啊 那个部分啊 流量统计 你看见没 这些功能都有 已经装起来了啊 装的好好的 我要保存一下 过个十年我再拿出来再跟大家讨论讨论啊 那个时候网络发展成什么样 现在有些名词 是不是到那时候已经没人听得懂了 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当时的网络已经格格不入了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那个时候视频播放平台什么样 你我什么样 咱们看吧 好 祝大家